劉思杰 這個宅賺的設定真的是劉思杰、傑哥 這段時間 他產品出的速度頻率 大約一個月起碼有幾款 每月都有一款,一陣子 三、四款不知多少 這次就出了四隻 其實他的創作速度是很驚人的 又要畫、要想故事 又要武器設定 看到斯杰有很大的藍圖和宏觀的設計概念 這個值得讚和學習 因為很多產品都沒有這種消耗風的方式 而令到後景不計 這個在華人的創作中是少有了感覺 反而就是我們以前 以故我們的著名小說作家金融青山 反而在他的小說中 看到一個很宏觀的藍圖和骨幹 是構成他所有著作的 大家知道他的金融小說 金融先生的小說是一直下跌的 用大中環的歷史一直下跌 因為不同時代 是跟著正常歷史的軌跡 而就產生了這些故事 然後他一直有這個藍圖 所以他非常利害 而這一個創作 劉淑傑先生 在他的不同的民族 或者在他的產量和創作的豐富度 我都覺得他可能已經 或者起初未必有 可能不加好名的展規 有一個很龐大的藍圖已經形成了 他就在藍圖不斷增加他的素材 人物 所以變成對創作是好的 以及對玩家或者出產品 當然是好 因為你不斷有新的東西 其實就容易想 不用說中間無端端又重新設定過 就這樣 好,來到第二節 號碼是他先的 A53 就是NASA和Guro 都是土鬼族的兩個戰士 嘩 又逐個說 好了 這兩個人物 他們現在的中文譯 就是 納薩爾和 狗狗 好,我都不懂得用 中文字太深 我不懂得讀 我回去用GoGo就算了 這個就不是GoGo 這個就是納薩爾 我們都是土鬼族的成員 這個故事 納薩爾其實是安迪薩爾之首 都是黑倫尤長的首席顧問 即是高級的 你看到他的造型 是比較年長的 看上去 有點恐怖感 所以他做人的外形 就好像壞人 好像很空悍 但其實都是心地善良 輕易其他玩的 既然做了顧問 他也是有些秘密的 其實他原來是 伊斯坦西亞國的 其實是一個軍官 還是足的變異族 他的歷史裏面藏了一些秘密 就是這個國家滅亡之前 其實他本身也是這個國家的軍官 他不是專門捉一些變異人 而他本身也是做了變異人 好 他的武器 先看看 這一套 就簡單些 這一套 他很明顯 只有兩把槍 就是握這把槍 就算有多冒忌性都好 都知道是 很不同的 這一把很強烈 現在的 我叫歐美現代槍那種 製式 那些部件的製式 很有感覺 很現代化的 其實你會發現 有些位置 有些位置可以安裝一些 還有我發現 這次這幾把槍 其實在他們的槍柄這些位置 有個洞 前面也是有的 這個位置 有個洞 換句話 其實你用繩 用粗的線 駁起來 其實可以做一條槍帶 至於為什麼廠方不做呢 也有很多萬個原因 例如成本 另外就是生產問題 複雜度 所以如果你想背起身上 其實可能要自己 勞動一下自己 整條繩子 綁著之後就可以搏 當然你要漂亮一點 就可以不用繩子 用一些材料去處理 好 所以這裡是簡單一點的 看看公仔本身 也有報警 還有剛才說過 又是用氧氣 很生化 即是他們住的地方 已經完全不能用 這個可動性高一點 因為它可能是持間問題 其實關節就沒有特別多度 但是呢 可動性高了很多 因為造型關係 可動性很高 又配合規格 我覺得這個很像 最近 Star Wars Robot裡面的造型 像而已 但大家都是科幻風 一定有地方 會覺得 有類似的了 雖然你看到 在這個廢墟 沙漠出來 其實全部都是很複雜的 但是腳 它的肌肉是非常發達的 但是呢 年紀差一點 頭髮少一點 這個樣子都是比較 詭異一點 兇狠一點 沒錯 它就是 這個土鬼族的 油長的首席顧問 NASA 紗爾 先拿一支槍 它的武器很簡單 拿一支槍 那由於它的顧問 可能 簡單一點 一支槍就行了 當然 它有一個 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背後 記住 好了 站得穩 不錯 另外這個 這個樣子又漂亮 年輕一點 好可愛 油長就不用吸收 那個氧氣桶 這兩個呢 都有一條氧氣管 剛才都說 這個男神 男神 其實都是有一個 類似輕型的 氧氣罩 好 這個又是提 來的 變異人 還有這隻腳跟 狗一樣 是好像那些綠 這樣 曲的 這隻腳的位 後腳 即是那些四隻腳的動物 後腳曲了 好 看看這支槍 武器就比較簡化 一把普通的補槍 當然都是上色的 這個真的很佩服XRain 其實它全部的產品 基本上都很少 只是比較原色膠 原色啤件比較少 通常都是上色 因為要合法風格 這裏其實隱約看到 好像有拔刀的問題 但不能拆開 這裏我們叫衝鋒槍型的本質 這角色應該是一些 打前線的角色 好 我們看看 究竟 Goggo Goggo 是甚麼人物 他是變異人的一些 新生族 即是變異人的後代 油長是照顧他的 即是被服務托管 這個人物角色都很特別 其實他都有對這個 這個小器具 科技很有興趣 在垃圾2 即是顧問的栽培之下 他就成為了一個 很有 技藝超群的鐵象 還有他的左臂 是有一種怪力的 但看起來 這個小器具 沒有特別顯得 他很大的手臂 有時候說故事 又不用畫出牆 好像有隻單鼻鞋 很明顯 這個角色 Goggo 也是有一種很特殊的技藝 就是鐵象 沒錯 由於這隻腳 是令他高大了 但他心裏 都是一個很溫柔的靈魂 所以小朋友很喜歡跟他玩 好 故事講了那麼多 其實這些上網看得到 看回這個 這個同樣是有些報件 基本上 其實四個裡面 全部都有報件 不過是安倍位置不同 都很值得一讚 其實四個都不一樣 即是 無論是報件的配搭 和外形 服裝都很特殊 你不會覺得千片一律 可能廠方也發覺 或者開闆房也發覺 其實這些造型沒有辦法 局主都全部開過了 其實不如重新造過了 獨立設定 可能出來的效果更好 因為反正都共用不了件 不如就全隻造過了 設計又會再一個比較自由一點 這個是帥哥 即是四個裡面這個比較帥哥 但是呢 特殊的就是 那隻眼 對 那隻眼 又好像張開不開 或者好像反白眼 這個 更特別是右眼 還要蓋上 我蠻喜歡這組的規格設定 其實每一個都不同的 每一個都是它的特殊造型 雖然有氣管 面罩 管著 其實它依然是有可凍關子的 當然也是有少少影響 OK 砌出來 都好帥哥 時間關係 跟回兩個2排 左邊兩個 右邊兩個 就不同的組合 兩邊都是一路一亂 其實就 幾個都蠻型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我自己偏向 喜歡 領航者 和鐵匠 年輕的兩個 就比較 帥哥 當然 講故事武器 複雜的那些 其實遊長也很有型 Anyway 這個就是土鬼族的暫時 我們見到四個戰士 配合之前那隻很有趣的 長毛象動物 就可以組成一個系列 好 希望大家繼續欣賞 SRing 劉思潔的東西 也繼續欣賞 Toyz3 Brian Lo的頻道 我是Brian Lo You are watchingToysTV 我們下次見 早之前記得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是Brian Lo的頻道 我會做一些 自己獨特的節目 希望大家喜歡的朋友 繼續留意我 還有ToysTV 拜拜 請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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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